我自己可能只有自己賺的話 太小氣了 我願意分享 因為我覺得 我相信他們回來面對問題 一定跟我一樣 有紅藜先生之稱的LUA 27號在故鄉土版部落舉辦說明會 說明種植紅藜的心得之外 並分享這7年來 創造部落紅藜經濟價值的經驗 我們的那個產業已經走到什麼階段了 目前產品已經可以跟 在國際上面是打響很知名的人 要他們更確信 我們的東西是真的很好 所以不要放棄這一塊 我們什麼時間點就種什麼 那我會盡量輔助大家 今年消費者健康意識高漲 紅藜相關產品 也逐漸受到主流市場的喜愛 LUA不只希望分享 他種植紅藜成功的經驗 也希望創造更多在地就業機會 部落家族也期待紅藜產業 能吸引年輕主人逐漸回流 當然我們年輕人回流的話 對相關性我們部落的各項的活動 或者是對老人的照顧都有息息相關性的幫助 來回去如果串起來 它會造成一個量 然後價格一直固定的話 它可以去讓它的產品發展得更好 這個串聯的用意 藥業品牌 長期關心部落產業發展的研究學者 羅永勤教授表示 未來透過傳統互助機制 打造部落專屬品牌 是創造商機的最大關鍵 LUA也計畫未來在部落蓋加工廠 讓紅藜精緻化之外 也讓傳統產業能繼續留在部落 記者文教授的本台中達人採訪報導